明果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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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有部份用了電 但我亦堅持保留明果爐 因為用這個溫度 才能描述當時的味道出來 明果爐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越菜這東西大家從小吃到大 但會否覺得近幾年越菜的味道大不如前呢 除了找回鹽糖的味道 是否應該要去一些舊的老店才能找到呢 今天我們帶大家來到這一間 擁有很多年歷史的老店 我們首先來介紹一下老闆 平先生 你好 我剛剛提到有很多年歷史 既然是歷史可否跟我們說說故事呢 我想這一區 我們這間酒樓從1993年開始 我們就開始去接辦這間酒家 前身是一間越南餐廳 當年這個柏惠區是歐漫一個很旺 和人氣很鼎盛的地方 等於香港的銅鑼灣認同這一區 因為當時對面有迷你戲院 又有白貨公司 又有中西日菜 都有的 當然這麼多年隨著時間的改變 亦都結業了 有些餐廳、酒樓和資金的撤退 現時來說 可能它主要是靠一些 我們叫做老舊街坊的支持 因為附近亦都比較多 白嶺和學生 所以中午的形式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比較 快、靚、正的形式去經營 但晚上來講 相對我們的時間比較充裕 我們會採取一個形式 就是用一個私房菜的形式 我們每晚不會做多 可能做一至兩圍 所以當年來到時 你可以吃回當年的味道 寧先生 首先要喝湯 因為廣東人來說 這口湯是很重要的 沒錯 湯 我想問這個湯有什麼巧妙呢 這個叫杏汁豬肺湯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材料 可以這麼說 因為豬肺本身也不是一個很值錢的材料 但我想最難的之處就是製作過程 因為師傅一早在市場 買入一個新鮮的豬肺回來之後 我想清洗過程也要兩、三個小時 然後再去熬這個湯底之後 再需要用一些新鮮的杏仁去打製這個杏汁 再放回湯裡 所以其實這個湯看似是簡單 但它需要的就是一個時間去準備 味道就是全成的 我發覺原來這個湯對於澳門人 一個回憶來說 是非常之有共鳴的 所以我們現時都是變成一個菜式 是給供客人去點制 我想廣東人都是無雞不成仁的 說到白癡雞了 其實現在很多酒樓都說自己有白癡雞 究竟怎樣出現一個漂亮的白癡雞呢 這麼說物料是最重要的 當然以前澳門我們有新鮮的雞 其實做白癡雞相對比較容易 但現時大家都知道 其實澳門都沒有辦法有新鮮雞做到的 所以現時只用一個冰鮮雞的形式 去浸製白癡雞 師傅也調教了一些味道 令到它能夠保持到本身的肉汁之餘 而保持新鮮雞的新鮮度 我們都很希望大家有機會來試一下 我們用冰鮮雞能夠做到一個新鮮雞的效果 白寶鴨 白寶鴨 聽名字就好像很厲害了 究竟有甚麼可以介紹一下呢 因為當年來說 我七、八十年代來說 這個白寶鴨 是每一個酒席必然會有的菜式 因為當時的經濟就不同 現時澳門那麼蓬勃的 所以未必有魚豬、燕窩等等 這些那麼名貴的菜式 當時能夠放得上桌 可能就是一個白寶鴨 給一個好一點的名字 作為一個飲宴所用的 所以現時這個菜 很多酒膠都不會做 因為其實都是很需要人工 很繁複的 因為你又要把鴨拆掉骨 接著將餡料分別去蒸製 大家的受溫程度不同 所以要分別去蒸了 然後再放回鴨裡再蒸過 所以其實都是需要時間 現時來說 大部份的新型的酒家或者酒店 其實裡面已經不會有一個名火煮食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是一個老店 這個名火鍋我們仍然保持 當你要去造就一個菜式的時候 其實那個溫度和速度 我想是很決定於 你能不能夠造就一個我們叫做鑊器 所以其實我們現時要保留兩個名火鍋 希望能夠將以前 或者大家在大排檔吃到的味道 仍然能夠保留 其實大家可能在廚房都看到 師傅手力了這個本力和臂力都很驚人 沒錯 他們也超過十五六年的入廚經驗 他們每天都是在做這個菜式 對於他們來說是家興就熟 其實有時候有些東西舊不代表不好 但是有些我們叫舊了的店 如果你不去改 包括可能你不去裝修過 或者不去經營模式去改變的話 可能你就會被淘汰 我們將一些新和舊的元素都加入在裡面 所以現時我們很高興看到 一些老人家他仍然可以來到吃到他喜歡的點心 年輕人他來到坐在一起的時候 他未必喜歡吃點心的話 他可能在吃他的西多士 我們都一樣加入了新的元素 我們希望將一些舊的變成一些新的東西 而將一些新的東西帶入一些舊的元素 說得我很有興趣 不過說到新狗這個問題 如果他們真的想來 是不是都要聽那個提前訂位 這樣說 如果你一中兩件或者咖啡奶茶西多 我們每天七點鐘就開始營業到晚上九點鐘 九點鐘之後我們就會關門 但當然如果你有特別訂製的私房菜的話 我們直至服務到你完結為止 是的 大家要記得 因為私房菜這件事 真是好考師傅和好考材料 如果想撲補這個材料新鮮 一定要記得提早預訂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大家見到前面這麼大圍菜 已經迫不及待想吃了 凌先生 我們一起開快 好的